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好多年前 我来过了一个地方 这些都像是两只冤枯举手决斗之后 留下的北梁战场一样 以南以北的两股力量 在那点交回碰撞 烈火与熔岩 不断从地心喷涌而出 群山的隆起 让冰川不停地生成 或推进 那里所有的河流 都在决战中干藏存断 那里所有的高山 都在决斗中支离破碎 都在决斗中支离破碎 曾经成那些无人无酒 无欲无求 无声无喜 无穷无尽的风 或石头 我记得有年夏天 我一个人站在那块无人无酒的巨石上 往西的道路踏了方 往北的高原也找多了路 我不晓得是应该收摊往东回 还是该飞叉叉地继续往南窗 要下雨了 天就要黑了 雨起来了 有些下山的路都要跨了 在冰封过太多故事的地方 成为了当年 我人生中的石子路口 或石像战场 人生嘛 最难过的不是失败或失败 最难过的 是没得认过 也没得选择 远从南方来 封往北边去 同样的我 就回到了那里 你问我这次要去哪个方向 我选择和当年一样 东南西北四条路 过程尖刀石头部 天洋 封山冝 尤山冝 尤山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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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时隔七年 我再次选择了当年那条夺命山路 完整地回到了这里 山还是那些山 云还是那片云 一切的花草树木似乎都从未有过改变 而在这弹指一顺的青年时光里 我去过和记录了中国的很多地区 但唯独没有云南 因为我实在无法用简单粗暴的三言两语 倒进当年一个人下云南时的凶险和艰辛 就像这里的高山深谷 风和云雨 同样很难去告诉你 它们是怎么用亿万年的时间 去调配和孕育出中国最复杂 最多样的地形和生物种群 在滇西游历的两个月时间里 我用零排放的方式 一个人在云南的宇济 自驾行驶了七千多公里 这真的是一次漫长艰辛 而且超级麻烦的旅程 因为要从北部横断山脉的高寒山地 沿着湿滑起伏的蹒跚道路 是像南部闷热潮湿的平坝和丘陵 在我的记忆里 微尘随笔还从来没有哪一集和哪个地区 可以让我在炎热的盛夏里 戴上冬天才穿的秋衣秋裤 和亿年四季所有的鞋袜衣服 跨越七个气候带 海拔落差超过了六千米 从高离贡山脉的冰斗铁山 到蓝沧江水系的热带雨泥 自胸引澎湃的三江部游 是像星火璀璨的板纳世界 复杂的地形 分割出了气候的差异 而不同的气候和资源 又催生出了不同的物种和不同的种群 之所以可以深深不息 是因为在这里 每一种生命的选择和眼镜 都得到了大自然的尊重和默许 碧罗雪山以北的孔雀山 深居在横断山脉 三江并流的腹地里 这里雨量充沛 寒冷潮湿 来自遥远印度洋的西南季风 将茂密的真夜里 飞到了超过海拔四千米的高寒山地 从海拔四千三百多米 寂言裸露的山峰 到下方三千九百多米 绿草成片的崖口 这短短四百多米 就分布着高山草垫 岸针叶林和高寒冠丛 通往贡山的这个山路 就是快到孔雀山的时候 到处都是塌方的 然后山上很多巨石 就是从山里上滚落下来 把这个树连根拔起 全部都已经冲下来 虽然这里算不上是人类的久居之地 但绝对是高寒植物 开枝散叶的天堂 春雪早已消退 盛夏已尽来临 无数生长在高寒山区的弱小生命 又回到了这里 在每年的五到十月 科名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学家 李荣老师 都会带着学生 到高丽贡山和鹿山一带 采集高寒地区的植物标本 他好像啥都明白 这个叫什么名字 这是白猪 白猪啊 白猪 它这个果实颜色 是 打算跟中国厌阳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李荣老师 还有他的学生们一起混了 长一长植物的知识 黄色小花的那种是金丝糖 这是金丝糖 这是龙板 这是它的果 对 这个是婆婆呢 老师说两个都是婆婆 这是有区别吗 我本想跟他们一起 常游在植物学的海洋里 结果调下起我才想起来 有个财市场里面有些财 我都忍不出来 所以像什么 大虫 小虫 火虫 其实是它 不同种 不然是你们能够在地上看 找得到啊 眼神好 对 眼神好 眼神好 你们的 你们那个有近视眼吗 有啊 我就看不过都戴眼镜了 你们都戴眼镜的 这个李老师啊 李老师 为什么要带群妹子出来呢 为什么不带个壮军出来 感觉可以拖得更多嘛 因为我老师也想带男孩子出来 但我们组 唯一一个男孩子 去其他地方出差了 只有一个男孩子啊 对 老师在那来学 那学这个专业的男生就知道了 而且男生也好不过女人 对 自己的女人是好 所以那天我学到了很多 但忘记的也很多 直接的李老师告诉我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相互作用 并互相关联 或许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这些高山上的植物和城市里的我们 有着怎样的连接 但它们既然存在 就一定和人类 成为了自然科学系统中微弱渺小 但却是首尾相连 重要的一块 你看 好像那个科学的背后 都是你看不到的狠虎与贼熊 就像明明有数不清的企划和一个 但为啥子偏偏就是个蔷薇科的苹果 它假如落了下来 连接到了六顿的老口 我在生物学上比较拉垮 但我在拍摄上肯定比它们厉害 所谓树叶有专攻 任何一个微小物种的存在 既离不开客观自然的法则 也离不了本身必然的选择 生物学上 同种下的不同变种 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你懂我的 达尔文认为 生物的个体变异是自由随机的 但大自然的进化与选择 却是逻辑定向的 好比这些开放在水面上随波荡漾的柔弱花朵 那些在其他地区 凡是被叫做海菜花龙爪菜水白菜的都没火起来 但要是换个网名叫水性洋花 你再评评看 在云南丽江的卢沟湖畔 游客们一大早 必须排队坐船来看 在中国 水性洋花这个成语 并不是一个褒义词 但事到如今 水性洋花 却成为了这些白色花朵 在网络上的ID 这种让生物学家火酒见的做法 简直就是引人入胜的流量密码 无数正经游客从远方而来 只为了一探这些水面上的花朵 到底美得正经还是不正经 这个花一般什么时候开放呢 这个花一般到三亿分开始 连续到十亿分左右 这段时间是开的最旺的时候 这是开的最旺的时候 这些花是用来观赏的还是什么 前这边的话咱们是用来喂猪的 你们是用来喂猪的 现在呢 现在的话 今天的话要把它保护起来观赏 主要还是游客喜欢是吧 对对对 出点旅游 那你们猪吃啥呢现在 这些白色小花真正的名字 叫做波叶海菜花 它们是水车前属植物海菜花的变种 因为这个变种只在卢孤湖有所发现 所以波叶海菜花 成为了卢孤湖独有的水生植物 它们跟作风轻浮和随波逐流 其实没有一点关系 而恰恰相反的是 它们只在阳光充足的时候 才会浮出水面 要是阴云密布 气温下降 它们又会无声无息潜入水里 在漫长独有的演化进程中 它们用根系固定在两到三米的水底 而叶片慢慢变得比之前更加的狭长和卷曲 果实也逐渐变异成了弯曲的仿锤形 它们跟原种海菜花一样 但也跟原种有点不太一样 虽然不知道它们为何要做出改变 但我想这既属于科学范畴的生存策略 可能也是它们江湖汹涌的处世哲学 有点药道 有点药道 有 有点药道 七月 是剥叶海菜花最美丽的时节 为了拍到它们在湖面上随波荡漾的身影 我在卢谷湖畔的雨水里 等了五天五夜 我只能说此刻 我才是真真正正地体会到了雨季 天气预报说 接下来 一个月里面 有二十八天 都是雨水 因为七月 也是整个滇溪 雨水最多的季节 每年初夏 温暖的西南季风都会如期而至 它们从遥远的印度洋出发 跨过孟加拉湾 越过缅甸 向云南的滇溪进发 然而高丽贡山 鹿山和云里 却成为了西南季风 进入滇溪的三度高墙 它们南北纵向密集排布 将这些暖湿气流反复抬升 这些温润潮湿的空气 在冷却之后所形成的降雨 不仅自上而下 孕育出群山里的万千物种 还汇入江河 自北向南 奔堂不息 从滇溪北的雪山 到滇溪南的谷地 这些高山深谷 用一种人类难以理解的风花雪月 让不同的民族 诞生出不同的文明 也让不同的文明 拥有了生活选择的多样性 就像我很喜欢大理 不只是因为这里有苍山而海和风花雪月 还是因为这里有城乡多元的建筑群落 和包容分明的社会元素 围城内外都在大理 简单来说 你往前走两步 就可以回归山野 和小姐姐游山玩水 拍照修徒 而往后退一两步 又可以背个背斗进村赶场 和当地的叔叔娘娘一起 唱片内的人间烟火 擅长加大空 大小乐传立 商 弟们去好 可以超越城市的任何一个超市 注意 charger 和溫度 小時候的相侶相親和改房鄰居 好像又都回到了這裡 都像婆婆爺爺 外公外婆 他們就從來沒有彼此分開 也從來沒有和你告別過 那些素面朝天 原是本人的火光與矮 又朝你回去了過來 讓你回到一個沒有包袱的精神小夥 累了 都坐下喝咖啡 餓了 都咱就肯保固 但實際上 在這裡做一個不做選擇的成年人 很幸福 但又很忐忑 幸福的是 大自然的馈贈讓人選擇太多 而忐忑的是 幾乎很急診科的誘惑 也很多 在雲南 吃野生菌要三熟 品種要熟 菌子要草熟 去醫院的鹿也要熟 據說在2021年 雲南就有2000多人 因為使用野生菌而導致中毒 但生猛的雲南人 卻依然個個都是孤勇者 豐富的地形和充沛的降雨 除了賦予雲南繁茂多樣的花草樹木 還讓雲南品種多樣的食用野生菌 占到了全國野生食用菌市場70%的氛圍 而對於本地人來說 這山裡的菌子 就像秋風時分 大雜蟹在江浙湖的地位 供暖食客 酸菜系列在東北的地位 行春佳節 那個香腸拉粥才傳遇了地位 從秋冬到新春 雲南的菌子 在雨水充沛之繁夜貌的夏天 完成了吃貨們一年四季的完美閉環 八月的盛夏 隨到正處於成長的關鍵期 但是在鄉村的田野裡 卻很難看到村民們約定俗成 施肥拔草 本本分分忙碌的生野 在雨後出勤之際 這裡的萬事萬物都在瘋長 在田間底頭的微薄收入 哪裡比得了山野林間的遊火和自己 在寶山藤沖的侯橋鎮 這地裡的農民每到產郡時節 都會成為山上的獵人 他們跟著自然的節律 和市場的節奏一起 成為了這個世界 鄉村田野上的商界精英 現在正是山裡菌子最多的時候 每個夏天的清晨 這收菌子的商販 和採菌子的獵人 都會在這個小小的公交車站 談上幾筆大大的生意 哪個價格是最高的嗎 哪個 這一個最高 這個價格是最貴的 這個叫什麼菌呢 這個叫乾巴鏡 乾巴有白色的 不是這個不是乾巴鏡 乾巴鏡就是這個 哦這個黑色的 像嬰兒一樣的 嗯 就是這個最貴 這個是多錢一斤的 這個我們賣一百多一斤 一百多一斤啊 它吃了有什麼效果嗎 它又好吃又看 看牌那些看病 據我觀察 這個紅杉杉 黑杆杆的大街 在那個小小的公交車站 不僅普通話差點都超過了 而且也是最捲 最麻利的 我一想到這個乾啥子菌的東西 這裏賣一百 媽原種在城頭吃要找一千 我說這個顏姐 我有一個大膽的提 我曉得當提還是不當提 我曉得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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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曉得已經有床了 你看我已經走了 嗯 我想說幫你取消了 我曉得 你去找了 这会有效率 麻烦这里有几点力了 你要靠技术 第一要剪的技术 要有技术剪 你要会看 有些它躲着 它躲到叶子上面 它只露着一点点 嗯 你要好好的看 感觉跟那个采那个什么葱草 差不多葱草也是野生 嗯 放下网筷 严姐像要去赶地铁一样 心急火燎的换上了她的户外装备 你要不要一个蓝筐啊 我不要 我身上我还必一个包 啥子门口软口 防风防雨的黑口姐 严姐没听说过 她说只有那身军装 在山上最实用 也最爱情 六点不到 村里的狗还没醒 严姐的丈夫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 独自一人先行出发 这和我想象中的有所不同 为啥是两个人会一起去监军 难道不是在提升小炉的同时 还会促进夫妻感情的吗 严姐告诉我 这一场雨下来 每个山头出的东西都不同 数量也不相同 所以两个人选择各行其道 是因为一开始的运气 有时候比后天所用的技巧更为重要 太阳还未升起 森林里的光线相当暗淡 我眼里的画面和镜头里的图像一样 全部都是照点 甚至比你看到的更加昏暗 我现在跟着那个盐大姐 然后在那个灭林当中穿梭 然后昨天还下雨 也比较适合 跟盐大姐走得很快 他们平时呢就是 女孩子啊女生啊 一个人到山上来捡 胆子还是很大 不得不说 我对走山路捡骏子 有着太深的误解 因为首先这里就没有路 全靠双手拉着树干往上爬 其次检这个词儿 淡化了太多艰难和危险 骏子并不靠检 靠的是眼神的敏锐 和细心的真别 好多气啊 对 有点滑 你不拉住树会哭的 对 主要是我还要拿摄像机 拍了吧 我摘了 拍了啊 这个是有毒的 这个是美毒的 哪边是有毒的 它反面是细的 哦 细的 这个就是有毒的 你看下面就像白奶酱一模一样 嗯 说是很 这个跟这个是上面很像 是不是 嗯嗯 但是下面它就不像 这个要宽一点 嗯 这个要米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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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像这 好了 摘了 摘了啊 这个是红菇 红菇是吧 红菇 红菌 这个卖的贵嘛 有毒的啊 拍了 然后我摘了 不然别人来抢光了啊 嗯 还有别人来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垫子 我们就使劲地摘 怕别人来抢光了 对 这个叫内卷 看似安静闲适的山林 其实比北上广深的写字楼里 还要现实和内卷 分工与协作 竞争和挑战 这些微妙的气息 弥漫在密林深处 你看不到它 但你能感到丛林法则的现实存在 因为森林里 每天都会有无数个看不到的猎人 与你前后做伴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鲤子 嗯 这个有鲤子的家 找一步 满载而归 我突出还 因为它把它开到了 看一下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 我记得就是这个位置 十一分 空手而缓 所以永远不要在同一座山林 轻视另一个采军猎人的存在 即使它曾是前一晚 和你跳过广场舞的老太太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广场 终于从灌木重重穿出来了 真的是很辛苦啊捡菌子 今天算不算多的 算多的 一般般吧 不怎么好 如果奶浆剑捡得多还好一点呢 奶浆剑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捡的时候 捡到一点点 多数是这个剑子嘛今天 我还去上面是捡另一个品种 捡另一个品种 我去看一下有没有 也不知道有没有 我把这个画面 生活就是这样 并不全是打扮精致的网红 只给你看的岁月静好 诗和远方 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 为了物头老人吃油 玩儿堵素 个人吃饭 而必须要去贪婪 面对的人生贤士 或贼人担当 但现实和理想 却并不冲突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相互交替 才成全了我们生活的丰富多样 如果可以 我也想办得精致又滴气 早晨在山上捡菌子 午后在山下喝豆汁 人生嘛 只要三鱼归滑 也要都活在当下 全不懂了 我们就好好的休息一下 我都蛮好吃的 我都蛮好吃的 我从来不想得远 从来不想 我觉得没有用意 不过好当下就行了 一刻他们开心 一整天 我们开这个咖啡车开了多久 我们开了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啊 开心吗 做这个 挺开心 没压力嘛 就是今天 反正自己要喝 一天要喝好几杯 主要是自己开心 出来待这位置 大理有很多咖啡车 他们的博靠点不同 各自的风格也不相同 所以哪怕是在这里 喝上成百上千杯咖啡 可能每一杯咖啡的背后 都有着司机师傅们 不一样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追求 你们这个它开了多久 去年的9月1号开了 这一杯就是老板的医生 为什么要叫老板的医生 因为你可以先查一下 它的口感 第一口一定要现在喝 为什么要叫这个哥伦比亚豆腐 因为我们用的是哥伦比亚的豆腐 哈哈哈哈 我爱你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之前躺平 哈哈哈哈 之前躺平 那你们学的是啥 躺了两年躺不下去了 学的是啥 学 学啥 新的这个事业里面 也感觉 是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应该是最大的收获吧 对 但是又想跟上时代 很矛盾 然后内心又有点靠谱 把生活和工作赚钱都结合了 要活着 要活着 活着才能谈理想 好 然后这一杯的说法是苦中带甜 然后最后沉淀到后面是会非常的苦 然后它就叫苦尽甘蕾 哦 叫苦尽甘蕾 变成了北上广深 天旋打工人的蓄勉良计 只为了提升洗脑 舒缓压力 让搬砖 变得更有效 我们的小时代 依旧按照着个人的节奏 在缓慢推进 但这世界的大时局 却早已不同往昔 围城之内的生活 在这几年改变了很多 这些改变 犹如蝴蝶效应那般 又影响着远方的异草云蜜 生活不易 咖啡很苦 因为每粒咖啡每棵树 都被城内城外的人 赋予了太多的现实使命 和精神寄托 你想跟上这个时代 却不是这个时代 又会带你 去向何处 我看到高黎贡的山腰处 有着排山倒海 连绵不绝的咖啡树 时至八月 已经开始挂鼓 我也看到曾经访客 如知的庄园工厂 如今却空空荡荡 举步艰难 有一条小狗 它不让我走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我们这边的旅游团呀 伞客呀 支架游都是挺多的 都挺多的是吧 对 它们都是备着 运纳的小狗咖啡 从疫情来了 我们的冒运所也都停了 都不难做了 几乎快趴下来 我路过一大片等待收获的稻田 它们一望无际 它们闪闪发光 收获的时间 总是让人充满期待 和无尽的想象 我也看到突如其来的一场阵雨 让所有人的计划都泡了汤 原来在雨季 要晒干每一粒粮食 都不如意 我看到热带雨林里的花草树木 为了增强丛林夜间的一丝阳光 便穷极一生 疯狂生长 似乎在植物的世界里 白色太短 夜晚却过于漫长 我还路过一片坠入田野的银河 这些星星点点的璀璨光 让赶路的过客心生温暖 也让座物在夜间 可以持续生长 我怀念那些风平浪静 行云流水的日子 在那些生活里 曾被忽略的所有琐碎美好 其实都闪烁着平凡无奇 但却五彩斑斓的光 我也怀念那些灯火阑珊 烟火人间的时刻 可惜星光和焰火 无法长久作伴 日生月落 斗转心仪 人生起起伏伏 有离合 也有悲欢 我们的自然和生活 都处在变革的时刻 而这个变革的时代 也前所未有的 将万事万物相互关联 风起云游 是艰难 也是契机 雨季来临 是修养 也一定是深夕 优优独播剂施